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第1817集 扯虎皮 做大旗 刘一枝微微皱眉 虽然他本能地感觉到 莫小七的神态不似座位 也不像是什么隐藏了修为 扮猪吃虎的老妖婆 但还是不敢有什么掉意清新 想了一下 他沉声问道 沉问姑娘高兴大明 莫小七咬牙瞪着他 没有回答 刘一枝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对方不言不语 实在让他为难 只能再次问道 那敢问姑娘出身何派 我见姑娘似乎有些面善 隐约与我认识的艺人有些相似 或许你我两家势力 有些远远也说不定 若真是如此的话 还请姑娘告知 免得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 他这明显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态度 毕竟莫小七的诡异 让刘一枝实在看不透 这样的人还是不要轻易招惹的好 否则极有可能会给宗门带来灭顶之灾 尤其是现在的风铃城 龙蛇混杂 各大势力来人层出不穷 刘一枝觉得 莫小七就极有可能是出身某个超级大派的嫡系弟子 只要稍微有点惊艳的人 面对刘一枝这样一番说辞 恐怕也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但莫小七哪里知道这些 也根本没想到会给刘一枝和飞圣公主人一个台阶下 闻言道 哪有什么渊源 你们飞圣公我连天都没有听说过 怎么可能跟我离 我没有关系 刘一枝一张脸顿时黑如过底 暗骂莫小七太不识相 也不知道对方是真没听懂还是假没听懂 不过莫小七刚才失口透露出来的一些蛛丝马迹 却让刘一枝暗暗心惊 莫小七刚才分明是想说灵什么来着 但这个星界之中 以灵字开头的势力也有不少 飞圣公惹不起的更有那么好几个 一时间刘一枝也无法推断出对方的真实来历了 正当他感觉有些骑虎难下的时候 一声怪笑忽然从人群中传出 什么人 刘一枝正在恼火当头 闻言自然毫不客气的朝声音来源 支地望去 只见那边走出一个被黑袍包裹的人 看不清面容 不过从这人的声音来推断 应该是个男子 身上有着虚王三层镜的力量波动 与莫小七相差无几的样子 走出来的黑袍男子自然是扬开了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别人不知道莫小七的心性如何 可他却是清楚的 知道这一次若是处理不好的话 就算飞圣公这些人有所顾忌 也必须得为了脸面和宗门声语 冲莫小七下手 真到了那时候 莫小七也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得住 虽然他身上有诸多神奇之处 但对方可是有一位道元两层镜的舞者 足以引动天地规则之力 他身上的密宝能不能发挥出效果就两说了 面对刘一芝的询问 杨开却并没有大力的意思 而是直接朝莫小七行去 口上道 小姐 你原来在这里啊 可是让属下一番好找 小 小姐 莫小七本能地方心一突 以为自己行踪败了 爹爹派人来抓自己了 下意识地从自己的空间界里取出遗物 准备直接顿走 可他很快又感觉不太对劲 因为那人的声音让他有些耳熟 恰在此时 杨开稍稍露出了点容貌 莫小七看得一正 美眸里迸射出惊喜的光芒 啊 是你 你居然没死 杨开重新将容貌盖上 黑黑一笑道 小姐啊 下次下手别那么重了 属下虽然耐打 可以挡不住你的绝杀一击啊 休养了好多铁 总算是恢复了过来 说话间 杨开又悄悄 冲莫小七打了个眼色 又唯恐 这小妞没眼力劲 赶紧悄悄地给她神念传音 让她不要说话 莫小七把脑袋点成了小鸡啄米 围观的舞者听得一脸黑鲜 举斗同情地望着杨开 仿佛望着一个苦命地负责 保护自家高贵的小姐 安全的手下 不但要任劳任怨地充当保姆 还得提防自家小姐痛下杀手 小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 杨开装作这才发现异常的样子 一边问着 一边扭头四望 掀起不然大怒 低喝道 何人敢如此大胆 竟敢袭击我家小姐 活得不耐烦了 她一个虚王三层镜的舞者 当着一个道远两层镜强者的面 扯着虎皮做大旗 毫无句色不说 反而还一脸凶狠之意 杀鸡几乎宁为实质 肆意开雷 剩不少人都面色大变 好好好 这世上竟真有如此胆大包天之人 哼 这下只怕星矢大人来了 也保不住你们的性命了 杨开一阵宁笑 胸目似望 隐藏在黑袍之下的星红目光 宛若一只发狂的野兽 但是这凶狠的模样也就罢了 可他言语之中透露出来的信息 却是让刘一只的脸色陡然垮了下来 连星矢大人来此都无能为力 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是来自南狱霸主星神公的高层人员的子嗣 刘一只都如此惊惧 宁眼成就更不用说了 他本以为在这风陵城之中 自己身为飞圣公少公主 还不是横着走 根本就是无人敢惹 哪知道一下子就招惹了一个 连星矢大人都不放在眼中的高贵存在 刹时间 宁眼成的脸色就发白起来 双腿打颤 祈求地望着刘一只 后者虽然有道远两层镜的强大修为 但在那些巅峰势力面前 这点修为又算得了什么 星神宫里随随便便出来一个人 都能将飞圣公碾为积分 他暗暗吞了口口水 硬着头皮抱拳道 这位朋友且息怒啊 是才是这位姑娘与我家公子有些误会 几个不长眼的弟子得罪了这位姑娘 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了惩罚 不当之处还请这位朋友海涵 是这样吗 杨凯斜眼望着刘一只 正是 朋友你看 这位姑娘其实也是毫发无声的 哼 小姐若是有声 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杨凯冷笑不迭 刘一只心中暗怒 毕竟他与杨凯的修为差距巨大 还从来没有哪个虚王镜敢如此大言不惭地跟自己这般讲话的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对方来历不小 肯定不止有一个虚王三层镜在保护那位姑娘 说不定暗中还有更厉害的高手 这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的男子 在跟自己说话的时候 一只手还朝某个方向打了几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显然是在通知自己的同伴一些信息 发现这一点 刘一只额头上逐渐渗出了冷汗 因为在他的神念感知下 他根本察觉不到此地有什么强者的存在 这种情况 唯有一种可能 隐藏在暗处的强者 实力要高过自己 敢问这位朋友 来自何处 刘一只虽然被杨凯所射 但心里总是有点不甘心的 沉隐了一下 还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杨凯的来历 哼 杨凯从鼻孔里喷出一个音符来 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不打反问道 你们来自飞圣宫 是 刘一只点头 不知道杨凯问这个做什么 想知道我们来自哪里 可以啊 我来告诉你 不过得付出点代价 杨凯微微笑着 然后低声道 三日内 飞圣宫从南域除名 就是不知道这个代价 你们能不能承受得起 刘一只浑身一震 脸色陡然苍白起来 还想知道吗 杨凯蔑视地看着他 是刘某失言了 朋友物怪啊 刘一只彻底被唬住了 哪还敢再多问一个字 哼 一群跳梁小丑 惊体之妄 本座懒得跟你们一般见识 看在小姐毫发无损的份上 今日便饶过你们 若有下次 杨凯神情一怒 眯眼凝视着刘一只 一字一顿道 你懂的 刘一只浑身都被汗水打湿 此刻哪还个 顾忌什么宗门和自身的颜面 联盟抱拳道 多谢这位朋友 说话间 他联盟扯了一把 早已呆立在原地 仿佛三魂却了两魂的宁眼城 口中低喝道 走 一下飞圣宫的弟子们 哪还敢逗留 联盟将地上的尸体收拾起来 紧随着刘一只顿走 小姐 我们也走吧 直到此刻 杨凯才松了一口气 联盟冲莫小妻喊道 这小妞 此刻却是双眼冒光地 盯着杨凯 一脸崇拜的表情 那两只眼睛里 几乎全是星星在闪烁 走了 杨凯见他这副模样 不禁低声催促了一句 那留一只 毕竟是个道眼两层镜 自己一番诈唬 或许能唬得了他一时 却唬不了仪式呀 万一他想明白了点什么 再来找自己求证 那可就完了 在一个道眼两层镜的强者面前 那么放肆 自己岂有什么好果子吃 别走啊 说好的五万元金呢 之前那的卖主 倒是颇有些要财不要命的架势 文言连忙高呼道 你好意思说五万元金 我要你的命你信不信 杨凯把眼一瞪 那老者顿时善善一笑 往后退去 与杨凯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走 杨凯一把抓住了莫小七的手腕 准备带他离开此地 下一刻 他便如触电般松开了莫小七 掌心处一片鲜血淋漓 不好意思啊 杨大哥 莫小七终于回神 手忙脚乱地开始道歉 风铃城杨凯的洞府之中 杨凯与莫小七对桌而坐 从黑市中离开之后 杨凯便带着莫小七急匆匆地逃回了这里 沿路还刻意查探了下 有没有人在背后跟踪自己 同时还绕了点路 确定安全之后 这才返回洞府内 杨大哥 你好厉害呀 莫小七双手捧腮 一脸犯了花痴的表情 美眸发亮地望着杨凯 毫不吝啬自己的崇拜和景仰之意 三言两语 就叫那群可恶的家伙给吓走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杨凯呵呵干笑了一声 换作旁人这么询问自己 杨凯肯定会以为对方是在埋态 可这话出自莫小七之口 那就是真正的赞誉了 是他们自己想多了 杨凯随口敷衍了一句 今天这事也确实是非圣公那批人自己想多了 也是如今风陵城的局势造成 若非如今风陵城龙蛇混杂 杨凯今日那番说辞 能不能起到作用还真是两说 可现在风陵城内 各大势里来了不少人 非圣公虽然不俗 却也不是最顶尖的 留一只理所当然会有所顾忌 不提这个 道士小七你怎么会在这里 杨凯转移开话题 我一直在这里啊 莫小七一脸莫名其妙地望着阳开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问 对了 我租住的洞府 距离杨大哥你这里很近呢 就在不远处 可之前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啊 我之前一直没住在这边 直到今日才返回 哦 其实我是想问 小七 你上次在玉京山中 是怎么逃出来的 杨凯一脸狐疑地望着莫小七 毕竟当时她从玄界珠里出来的时候 还特意寻找了一下莫小七 根本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她当时以为莫小七肯定是已经死了 而且被焚烧的渣都没剩下 却不想今日在这风陵城内 再次见到了对方 哦 那天啊 我是用这个东西逃走的 莫小七一边说着 一边从自己的空间界里取出遗物来 放在杨凯面前 这是 杨凯眼帘一缩 凝视着桌子上 一张散发着极其诡异能量波动的兽皮 那能量波动让杨凯极为熟悉 赫然便是空间力量的波动 而那瘦皮 约摸只有两个巴掌大小 瘦皮之上刻画了许多繁傲的线路和符纹 组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图案 杨凯伸手触摸 细细感知着 好一会儿他才悚然一惊 这东西有空间转移的功效 莫小其文言笑嘻嘻地望着杨凯 杨大哥果然修炼了空间力量 连这个都能感知出来 你知道我修炼了空间力量 杨凯亚然地望着他 对呀 你在玉青山里跟人动手的时候 不是使用过空间力量吗 我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因为你使用力量的时候 那种感觉跟李叔动手的时候 有点类似呢 李叔 就是李无一叔叔了 他也修炼了空间力量 很厉害的 这个东西就是他制作出来的 让我保命用的 莫小其对杨凯并无提防之意 也不知道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还是因为杨凯一直没有对他 有不利的想法 说话间他解释道 李叔说这个东西在关键时刻 可以打开一处虚空拥挡 所以用来逃命最合适不过了 我本来有两个的 上次在玉青山中用掉了一个 现在都只剩下这一个了 莫小其说话间 流露出不舍的意思 尽能凭借一张兽皮 承载的法阵 直接打开虚空拥挡 杨凯正在登场 我心生出牵挡 共水演绎着掌金格铁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小伙订队 小伙订队